订阅傑斯频道, Like 和 Share 我们的视频 集结力量, 为自由攜手守护镇上 昨天1月22日 举办了2024年新的法律年度开启典礼 当然会有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和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伦的支持 在支持中, 继续强调香港有法治 不点名评击西方政客制裁香港的法官 先听听两位大人说些什么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有关法庭审理港区国安法案件 他认为没有证据显示独立司法权 在国安案件中受损 质疑很多人不求甚解, 网下订论 他认为有关国家安全的法庭聆讯 全部都是公开举行 法庭的一切决定和判决 都在司法机构网站公布 可供免费越南 大众可以轻而易举 了解法庭程序和转言法庭所作决定和裁决的理由 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很多人不求甚解 在网下订论 任何有意求真 而有理性客观的旁观者都会发现 没有丝毫的证据显示 司法机构 是独立的司法权 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中受到损害 林定国的看法是很简单的 他认为今天正在審的案件 仍然一般市民可以 上司法机构的网站可以看到 可以免费越南 这样就叫做很有透明度 他的看法就是 很多人看完之后不求甚解 然后就网下订论 他认为没有任何证据 可以证明司法机构独立的司法权 是受到损害的 那这个呢... 怎样看呢? 我想跟大部分市民的看法很不同 第一,透明度不在于 不在于你今天有得上网 有得免费越南 甚至还有少少的传媒 就可以不加评论 一直可以报导整件案件 譬如每天我们都会看到黎智英的案件 是的,如果你说这个我不敢反对你 因为这个相对 中国大陆那样 绝对透明度仍然很高 但是再强调一次 是相对中国今天的法律 或者今天中国的法庭 因为中国的法庭就是 因为不容易进去听審 甚至有些跟人权有关的案件 就选择在假期 特别是在西方人的假期 令到一些西方的领事都不能进去听 然后速速判决 然后整个过程都不透明 是的,如果你要说完 就是要相对中国的司法制度 可能香港今天还有这个透明度 但是这种你说的透明度 就是这些网站可以越南 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轻易易举了解法庭程序 及转言法庭所作决定 和裁决的理由 这个其实全部西方国家 因为你强调有法治 所以我们当然要找一些有法治的地方 去比较 这些其实全部都没有两样 不需要拿出来炫耀 而第二件事就是 很多人不求甚解妄下定论 这是你的看法 这就未必是所有人的看法 如果你问我的看法 就是我们透过今天还可以 或者是免费公月纜 或者我在各大香港传媒 看到整个法庭的审讯 然后我消化了 有我的看法 我的定论 我不觉得 我的看法就是一个不求甚解的看法 大哥 你不是全是专业的 大哥 是吧 这个跟你在说的是什么呢 其实在说的是观感的问题 你不要总是想自己读法律 然后就拿一些法律 所以就带所有人 或者你认为你是专业 你就带什么 然后所有人都不懂 所有人的留言 就是网下定论的不求甚解 这就不通了 现在跟你在说 每一件事都有观感的问题 现在跟你在说的是 就是你听也好 不听也好 有观感的两个字 这个观感就是 我们的观感 简单说的就是 在英治年代有的法治 和今天在回归之后 在说的法治 绝对就是两件事 特别在2019年 20年反修例之后 整个香港的司法制度 出现一个大的变化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观感 那你怎么说你的事 或者还有一件事 这个就凸显了 由你或者你的上任 郑若驊 为首的律政司 你一直都说服不了香港人 或者说服不了世界 相信你今天还有那套法治 你别以为你真的走出来 在法律年度开启典礼上 戴着假法 穿着法官袍 那别人就觉得你就是有法治 相反地 OK 我想在世界有法治的地方 特别是英国 英国是最有权威 说法治这件事 因为说Rule of Law 全部都是由英国来的 以前香港的 而且是英国的殖民地 所以别人才觉得香港是承接着英国的法治 那套法治的传统 Rule of Law的传统 OK 但是 大哥 相反地 别人觉得今天就是 你戴着假发 穿着这件法官袍 你是侮辱了 就是 是侮辱了法治 这件事 所以别人就觉得 批评 为什么别人 你批评 有关西方政客制裁法官 向香港的法官 和司法人员施压 污补这个国安法等等 喂 然后你就说别人偽善无比 喂 你有没有苦心自问 为什么别人不制裁大陆的法官 而要制裁你呢 我给你的意见 我看到的就是 因为 你就是戴着假发 戴着那件法官袍 那两件事是代表Rule of Law 所以就要制裁你 但是大陆的法官没有 说明是行大陆法 别人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行普通法 没有说过法治Rule of Law 别人说的叫做依法治国 和法治是很不同的 所以别人要制裁你 还有一件事再强调一次 制裁你的是美国的内政 那你就应该用回 痴之以鼻的态度去对待 你就没有资格去评击别人 因为你的国家 经常说的最多就是干涉别国内政 那你有什么资格批评别人的内政 是不是呢? 而且你值得痴之以鼻 你又不会去美国的 那制裁对你有什么影响呢? 我觉得没有影响 是不是呢? 所以这些事情要搞清楚 林定国重申 香港的法官和司法人员 就是尽责理职 应该以他们为荣 你说这些事情就对了 那你就继续在那里打飞机 他说面对不当的干预 最佳的对应方法就是保持沉着真正 如常理职 并维持和提高司法程序的透明度 特区政府也会在能力范围内 采取任何措施 才确保法官和司法人员 能够无惧威嚇 那你就继续 那你就说一下这些说话 去兜一下就算了 是不是呢? 但是你一定要搞清楚 没有人会觉得你今天在维护一个有公义 正义的一个用普通法的精神去行的一套司法制度 张举能说些什么呢? 张举能说司法机构的工作 常常都被人透过国安法的灵镜去审视 即是我们只是看着国安法的部分 我又真的很难认同 我们看到其他的一样 都不是国安法的 我已经是受害者 我理论上也不是用国安法告我 是用洗黑钱告我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 有什么时候 所有人是用一个透过国安法的灵镜去審视 这是今天香港的司法机构呢? 是不是呢? 那我的案件 是不是真的洗黑钱呢? 你心中有数 大家也心知肚明 今天你把 反而令我们想不到的就是 你用洗黑钱去 去对付所有在香港做众筹 这个以前一直都可以容许的 香港的法治是容许的 无端端你就将一条洗黑钱的法例 把他套入众筹 今天很多受害者 我可能是第一个 他认为这些眼光看待司法工作 乃至香港的法治及司法独立的 情形状必然产生非常狹窄 甚至失实的看法 这是你所看 就不是我们所看 当法庭作出不受欢迎或错误的决定的时候 并不代表司法体系和司法机构运作失效 或者是需要变革 法官如果在履行司法职务时 遭到制裁或者报复的威胁 也绝对不能接受 他也提到 这些实在是与法治背道而辞 绝对不能接受 开口迷口 两个人兄都是常常说法治 但是 你们从小到大都 是的 第一件事先说 谁说法治没有用呢? 香港人一直从小到大 我们都相信法治 我们所谓奉公手法 这是一个 由一个万方世界 进入一个文明社会 其中要学会的一件事 但是 法治基本上 就是取代了 人类在万方世界里面 打赢就华士的 处理事件的一个方法 当然 以前我们的教育训练 就是我们尊重 我们有什么 就交到法庭 由法庭作出公正的审判 然后我们要尊重法庭的裁决 这些事情 我们一直都在做 但是问题是 今天 今天的香港 法庭 还有没有公信力? 还有没有一个认受性? 你这些小朋友 从小到大 读法律出身 你们都是 读英国的法律出身 我和你们用英国的法治 Rule of Law 你们读书的教材 来和你们说 A.V. Dizzy 你们一定听过 香港人未必听过 大戏1885年 英献正义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在应献正义里面 里面 对Rule of Law 有三层的定义 第一层 除非明确违背了依照常规立法程序制定的法律 并经本国常设法院裁定 否则任何人都不应受到懲罰 或者以法遭受人生或者财产的损失 就是告诉你们 The only way to judge 唯一的方法去显现这个公义 就是透过本国常设法院 依照常规立法程序制定的法律 这个法院 是不是有人民的认受在这里 OK? 今天是不是这样呢? 这个真的很值得大家探究 你的法院仍然都在这里 OK? 但是这个是不是人民的法院呢? 很显然的 这个也是观感 你给所有香港人看到的 就是今天你效忠一个皇帝 你效忠一个皇帝 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跟我们讲的那套就是 这个 讲宪法 你就是跟我们讲的一套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你比我们更加清楚 你读过书的嘛 今天这套宪法 是人民去构施的一套宪法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什么叫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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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法就是 一个国家里面 有一个皇帝 或者一个政府 皇帝下面有一个政府 政府我们都认为人民 都当他是代表 就是站在皇帝那边 我们简单说 宪法就是人民和皇帝的一套合约 这个合约是由人民去做出来的 要来做什么? 要来制行皇帝的滥权 是皇帝要看到宪法的 不是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叫14亿人去日日去学宪法 是不是? 我们需要学宪法? 你把创制这套宪法的权利给我们 就行了 今天的问题是哪里? 今天就是你所谓的事 你去设计那套宪法 然后你去濫用 你去找那些人代表人民 我说人民是被代表 然后你和你打聋通 然后去做一套宪法 是 suitable to 皇帝 那你们这些法官知道吗? 我真的不信你们不知道 你们读书是读得多于我们 你们接受高等教育 你们甚至在英国年代 在英治年代 你们是高等华人 那你们怎会不知道? 是不是? 今天这个法院是一个本国常设的法院 还有的就是第二把刀 就是常规的立法程序 制定的法律 那今天是否一套 今天你们在这里拿着的一套法律 去判 去做判决的时候 拿着那套法律 是否一套常规立法程序制定的法律呢? OK 就是我经常说的法律的源头 你是找个洞 掩着自己的头 捐进去 视而不见 今天立法会里面 今天立法会是否代表人民的立法会呢? 我们今天有很多人 甚至没有参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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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套常规立法程序制定的法律呢? 和以前真的没有分别 如果我问你 你一定答说没有分别的 我预认了你的 是不是? 那问题就是这里 这个就是观感问题 你说没有分别 你说没有证据显示有分别 林定国 OK 你也是大律师出身 那我们吹你什么仗 你是专业人士 我们哪有得跟你说 我们可以拿证据出来吗? 我再说一次 如果你要我们拿证据出来 我们可以有很多证据 可以拿出来 跟以前那套法治不同 但我们今天能说得吗? 我们一说就已经被警察拘据 跟着上庭 跟着你们就用善惑去定我们的罪 是不是? 所以我们今天有得说吗? 没有得说 这个不只是观感 这个是事实 这个是事实显现出来的观感 为什么说这些人经常平衡时空 是不是? 这个就是说明平衡时空 你说Rule of Law的三层意义 只是说了一层 还有两层 不是很难明白的 第二层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天王老祖都没有面子给 没有人有权凌鸡于法律之上 人永远都不能高过法律 OK 但是今天 是有一个人高过法律 那个人就是习近平 说完了 整套法律都是保护他一个人 那么 你说今天法律面前 是不是仍然是人人平等呢? 我就看不到是 一定跟你的看法不同 所以没得咬 还有第三层的Rule of Law的定义 就是 就是共和国憲法 但是最搞笑的是 那套憲法是要人民去守的 就不是皇帝去守的 这个才是奇特的 所以看你说这套是否一套憲法 如果 这个绝对 也不能 不能体现 在法治第三层的意义 也是体现不到的 因为如果你凭这套憲法 如果你说 今天香港要守 这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或者还要说 基本法 全部都已经不是 保障人民的法律 所以 你只能够说 今天只有依法治国 就没有法治 或者只有Rule of Law 就没有Rule of Law 所以 这些事情 我想你们会更加 比普通的香港人 更加明白 今天很多东西都没有了 今天 你觉得有无罪的推断嗎 你们今天的法官 不停地在用濫用的还额 很多人仍然在还额中 从19年开始 到今天 已经5年 OK 这些又没有法治的精神 甚至我记得 昨天张举伦说 根据香港国安法第三条 我不用看香港国安法第三条 司法机构有责任 依法、防范、制制、情治、危害 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 OK 这只是你们写的 这个已经不是 这个法源来自哪里 我真的不知道 张举伦表示 司法机构十分重视有关的责任 但并不代表法庭会 他盲目将所有国安案的被告人定罪 这个就是你所说的 OK 我想你今天做统计 没有100% 都起码有99、98% 属于国安案的被告人 全部人都是定罪的 过往一年 2023年 審的17宗里大外围 所有人都是报道罪成的 我问你 很简单的 因为你已经定义了 什么叫做暴动 走出来 嘟穿鱼弹都是暴动 只要在当日 只要在当日 在里大外围 又尖望的地方 所以 对的 根据你法律的定义 所有人都叫做入罪 所以什么都是你们说的 有得打吗 没得打的 你有没有听过今天的声音 被你抓了 不如就承认他 拿两个三分一 无谓跟你浪费时间 这个就是今天 香港人面对这些恶法 唯一可以 稍微好好地去处理的方法 OK 你还觉得今天 香港人会觉得 可以透过法院 拿到一个公平 一个公正 一个公义 没有的 这个就是香港人 对你们的观感 所以 我就建议 下年的 法律年度的开启典礼 改改它 你不戴着假发 你不穿着那件法官服 甚至 真的不需要再说英文 你就说回普通话 就完成了 我觉得 可能 美国即时取消你的制裁 因为根本觉得 最后就是没有 需要制裁这些人 因为这些人 和大陆的法官 有什么分别呢 所以不要常常在这里 扮高人一等 大哥 殖民年代 都已经过去了 你这些人 其实 有什么高人一等 有什么高等华人 你这些人今天就是 为一个 极权的 暴政 去甘愿做国家的机器 去守护着一个人的法律 你们这些人 很值得我们尊重吗 所以 已经说完了 你们交给自己 不要只是出来 乱喷口水